记者蔡孟尚竹县报道,新竹县副县长杨文科宣布参选下届县长,他和支持者今天在新浦一鸣庙举办逝世大会,包括县长邱敬纯,县议会议长张震荣及多名县议员,将镇长都到场为他加油打气,场面气氛热闹。 邱敬纯说,好的县政建设需要好的人才来延续,杨文科在竹科中科及南科历练30多年,有丰厚的科技界人脉和务实的行政经验,被他引览来县政府服务也表现不错,是个值得乡亲托付县政发展的好人才。 连电荣誉副董事长徐明志及多名竹科厂商代表,上吴也现身试诗大会会场神员杨文科,展现杨文科在新竹科学园区的好人员,加上来自全县13厢政治的支持者和杨信宗庆会的会员,全体一起大喊杨文科加油,口号时斗志昂扬,展现旺盛气势。 杨文科说,他将以科技CEO的领行者角色,把竹科资源引入县进各个城乡,解决竹北地区拥塞交通问题,提升轻壮族群就业率,协助乡镇景乡农特产品,提高生育率等,再度引领新竹县创造繁荣与经济新格局。 杨文科也说,作为地方政府接班人,就必须之所当为,及有所作为,他掌握竹科之药,可连铁竹科资源,一局解决为桥改建,农产品,滞销,科学教育扎根,城乡教育落差等宪政问题。 1.